韓國三星電子公司正在削減最後一家 在華智能手機工廠的產量和人員 這顯示出中國大陸人工低 市場大的優勢消失後 美中貿易戰的壓力加速了外商離開 而同時受到衝擊的還有中國民營企業 6月4號 廣東惠州三星電子有限公司 啟動裁員程序 公司裁員方案顯示 這次裁員由員工自願報名 截止時間到6月14號 惠州三星的多名員工說 三星要在2019年9月關閉惠州工廠 並將生產線搬到越南 但這一說法還沒有得到三星證實 惠州三星是韓國三星在中國僅存的一家智能手機工廠 工廠成立於1992年 現有員工5000多人 2017年的時候 惠州三星生產的手機數量 占三星手機全球總產量的17% 這是三星集團在6個月內第二次裁剪在華企業的員工 去年12月31號 天津的三星通信工廠裁員並關閉 大陸民營企業業主劉剛認為 這和三星在華生產成本增加有關 首先 在勞動密集型產業聚集的廣東一帶 工人工資已經翻了三倍 此外 企業的隱性成本也在增加 旅美的上海企業家胡立任認為 這還和大陸的經營環境以及三星戰略調整有關 這幾年 三星在中國市場的份額 已經從2013年的20%跌到1%左右 第一方面從這個政治角度 它考慮到政治風險 可能會把很多的企業搬出中國 第二主要是它自己產品 可能要做一些戰略方面的一些調整 現在三星很多的產品在下滑 特別是像這種手機 三星遇到了很多的中國企業的一些主機 三星的主要的客戶啊 它是跟華為是平行的 華為下去的時候三星可能會上來的 低人工 大市場 這些曾經吸引三星去中國設廠的優勢 已經不存在了 而美國政府還打算對大約3千億美元產品 加徵最高25%的關稅 手機 筆記本 電腦等都包括在內 分析認為這更加速了三星的撤離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可能就是這個駐美貿易戰 三星如果產地在中國的話 關稅增加 對它來說它的成本要增加很多 而受到貿易戰衝擊的不僅是外企 還有中國的民營企業 我們以前是中美貿易做汽車的嘛 我說一個最慌張的就是 我們現在所有的進口的中國的汽車 當時凱光跟我們說過一個問題 就是原來是因為是美國出口的汽車 我們不能進口到中國去了 後來改正了一個是 凡是美國製造生產的 就比如我們從加拿大一批車買進來以後 由於它生產地是美國 美國或者部分的主要零配件生產地是美國 它也被列入這個關稅增加的這個名單裡 面對美國調高中國貨品關稅 浙江服裝企業陳先生向自由亞洲電臺表示 他考慮將工廠搬到越南或者關閉 胡利仁也表示 民企困境還包括這幾年的國進民退政策 導致民企市場不斷萎縮 同時國內缺乏法制民營企業家為了降低風險 只得移往海外 大陸民營企業的盈利從2018年開始呈現劇烈下降的趨勢 平均利潤比往年下降高達27% 而今年1到4月份 中共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 21萬5000多家民企平均利潤為213萬元 比去年又下降20%